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早就一覺醒來 打一個手機 朋友就在一個群組裡面 傳來有關於香港的國安署 警務署裡面的國安署開記者會的消息 總結過去三年以來 拘捕了幾個人 被告的是什麼人 更加重點是發出對八個人的通緝令 李桂華國安署的總警司說 國安法實施三年以來 拘捕了二萬六十人 記住是國安法 觸犯國安法的 年齡是15歲到90歲之間 我就看到這個年齡都嚇了一跳 說15歲 那麼小 觸犯什麼國安呢 怎樣觸犯國安呢 90歲 就是說 衰點 我也是啦 那頭近的啦 觸犯什麼國安呢 都拘捕了他們 現在他們在裡面 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得保釋呢 等等 我們外面的人 不是很掌握得到 或者我們的資料還沒齊 但是 更加令到 別人關心的就是 他宣布通緝八個人 就說他什麼呢 注意到反中亂港分子 逃犬至海外後繼續違法 香港警方有責任 追究的 這八個人是包括什麼呢 有些是我熟悉的 就是任建峰、袁公、兒郭鳳、兒郭、榮鏗、許智峰、蒙、紹達、劉祖迪、羅冠聰 每個人都是懸紅一百萬 我看到警方發的圖片 全部都是黑白相片 我相信都是在新聞證那裡拿出來的 全部都是黑白相片 亦都跟一般的 通緝令那些圓紅是很像的 如果你有留意到警方的圓紅 那就是有一段的文字 中文、英文 然後有一個圖片在中間 100萬 那數一下他們 觸犯什麼罪呢 男子元公兒74歲 然後就是郭榮鏗 大家知道就是 前立法會議員 法律界的 去了加拿大 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就是勾結海外的反華組織和政客 請求呢 外國對中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制裁 許智峰 41歲 又是試驗分裂國家 煽動天賦國家政權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設立平台、社交媒體 發起香港約章 蒙兆達 職工盟的 前職員 試驗分裂國家罪 假借維護勞工權益的名義 實際上在海外透過 社交媒體及出席會議 鼓吹香港獨立 蒙兆達 蒙兆達已經在2021年9月16日來講 每一個人什麼時候來講都有講的 就說 任建峰 事業勾結外國境外勢力罪危 國家安全 這個 多次 在海外勾結反華政客 組織會見海外官員出席所謂聽證會 2022年4月30日來講 全部都是 數了他們什麼時候離開的 然後劉祖迪29歲 事業勾結外國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就是搞攬炒團隊 請求外國對中國 和香港制裁 2020年1月5日來講 羅冠聰 事業勾結外國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社交平台的新聞媒體 什麼鼓吹香港獨立 鼓吹香港獨立 羅冠聰有鼓吹過香港獨立嗎 2020年6月17日來講 就說他們的罪行很嚴重 亦鼓吹制裁破壞香港和恐嚇香港官員 亦為外國出謀献策 打擊香港金融制度和金融中心地位 因此每人圓鴻100萬 希望市民提供消息 用這些字眼 譬如這個紅毅 他說國安處已經掌握上述百人觸犯外國家安全的證據 有關罪行超然若竭 如果用普通話來講 就比較全神一點 警方必定會全力追究 向法庭申請拘捕令 通緝揣途海外的白人之外 亦都必須防止有人利用不同的途徑 包括金融機構、帳戶等等 去協助上述百人 危害國家安全 這其實有 有個特別的意思在這裏 因為他們有些人是有眾籌 於是有記者就問 如果 有人去捐錢支持這些被通緝的人士 關注或者like 以及轉載他的貼文 會不會有刑責呢 這個我特別提一提大家 當然大家出以異份可能會做的 但是 我也說了 做任何事都沒有問題 不過就要知道那個後果是什麼 李桂華的回應 相關人士眾籌的目的 不外乎是要錢 或者爭取個人的政治策略 兩者都不是港人的福祉或者需要 是不是福祉是不是需要 這個也不重要 每個人 不是每個人都要為了香港的福祉和需要 在他心目中 這些當權者的福祉需要做事 是不是 如果細心留意到眾籌裡面的貼文 就會發覺當中是有違反國安的意圖 轉載或者直接捐款帶來一定風險 做法是不理想的 提醒國安法有條文指明煽動協助教唆 金錢支持違反國安法的人士是有刑責的 身為執法者不建議市民跟從 OK 他意思是 警告大家 不建議 警告大家 大家記得楊村案 李居華說 我看不到 你擁有那本東西 楊村那些 他本有什麼問題 結果擁有了拉德 所以他不建議 可能已經是一個警告 大家 知道 那個後果 然後他的回應是100萬 他說用100萬 去懸紅通緝這班人 絕對不是搞政治鬍或散播白色恐怖 我看到這裏我自己也笑了 你會覺得 怎麼說呢 此地無銀 此地無銀100萬 而是想將有關人士承之於法 有助日後拘捕或檢控行黨 將他們送上法庭 證據永遠不會覺得算好 只要有人提供有用的消息 警方就可以 據此拘捕涉案的相關人士 並發想格 與提供消費者 這個消息者 也是消費者 很厲害 重賞之下 就必有勇夫 被通緝的人 會不會有些人 要做 驗仔 就告訴警方 他們在哪裏 我想 未必不掌握他們在哪裏 起碼在哪個城市都知道 不過李哥華就說 承認 被通緝的人士一天不回來 是不是一天沒法拘捕呢 這個是事實 但是警方 是不會停止 搜證行動 一有機會 就拘捕相關人士 我的疑問是什麼呢 我的疑問 我就稍微查過一下 這個通緝令 為什麼會突然間今天會發出來呢 我覺得有些 有些奇怪的 比如說 羅冠聰 羅冠聰其實已經被通緝了 已經被通緝了 我們看到的資料 就是什麼呢 他說 羅冠聰因為 判處 有關於 公民的 重脫 公民廣場 他就 判了 是不是 後來就即時監禁 本來就是 社會服務令 羅冠聰離開了香港之後 已經在2020年 被香港警方以 港區國安法 煽動分裂國家 勾結外國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通緝 當時已經 做了通緝 但是 是不是 沒有正式 公佈 所以 要做這個公佈 當時有個報導 就說起碼有六個人 用煽動分裂國家 勾結外國境外勢力 是被通緝的 包括 當時的英國駐港 領事館的前職員 鄭文傑 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的推手 朱木文 本土民主前線的召集人 王台洋 香港獨立聯盟的召集人 陳家驅 學生動員的成員 劉康 說他們已經在美國 英國 德國 等地 也有人說 有部份去了荷蘭 已經被通緝了 這次 再發這個通緝令 有部份沒有包括來 剛才說的名字 這個 這個 跟大家說的 這個消息資料的來源 就是2020年7月底的 BBC 中文的報導 許智峯 也是被通緝之列 許智峯自己 在他的Facebook有說過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看到 澳洲外長王英然之後 他就這樣說 他說 我身負 港共19項控罪 4項通緝令 是港共政權的眼中釘 和我回眠可能 牽涉到中澳外交風波 但刑不忌諱 算是離散香港人 甚至香港民族 在國際連結工作上的突破 因為見澳洲外長王英然 可能會被 中國大陸也好 香港政府也好 會炮轟的 他說他沒有記位 也會見他 19項控罪 4項通緝令 已經有了 為何還要 繼續 那麼高調 發出這個通緝令呢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 超哥 我們的特首 就上任一年 一直數他們的KPI KPI叫關鍵 積效 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ex 他今年發明 要是解決一個問題 一年解決365個問題 所有東西都要有個積效指標 做到不做到 要批判 要靠差 已經數了出來 國安處 做了通緝 為何又要再通緝 又或者新家的人去通緝呢 原因為何呢 我想都跟KPI有關 其實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是 特別是執法部門 付了那麼多錢 其實 放了多少錢 怎麼用法的那幾十億 其實外面不知道的 因為問他都說 這個是秘密來的 是不可以公佈的 你那麼多人用了那麼多錢 你要去 合理化 自己的存在 這個 很重要 為何可以要存在呢 譬如我經常說廉署 廉署成立的時候 本來整個對象是對付警察的 縮貪窗簾 即是警察的集團性貪污 反貪污 捉過拘捕 拘捕回來判刑之類 做完之後 這些又有集團性的貪污 執法部門的越來越少 很個別的情況有 接著就 講其他公務員的貪污 是吧 接下來是甚麼呢 接著就去到私人機構 我不是說廉署的存在 不對 應該撿了他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說 所有的這一類的 政府給了錢 你就要做事 要做事 要有些案 即是有些職效 告訴別人 你的存在 是合理的 你花的錢是合理的 同樣道理 現在國安處 撥了幾十億 怎樣用法 透明度很低 他都要講職效 他都要講給 他的爺廳 或者講給香港市民 他的存在 他的意義在哪裏 是不是應該這樣繼續存在 是不是應該用那麼多錢 是不是應該用那麼多能力 那麼多人力 去做這些 他要合理化 去正確自己的事 所以 不停說 不單止是執法部門 要合理化 去做的事 連現在 今天的官員 不停說 維穩官員 包括 保安局也好 政府的高官 包括李家超 不停 經常都說的 軟對抗 軟對抗 還有國家安全的隱瞞 隱瞞 當然告訴他的爺廳 很多隱瞞 可能說五十年 還有隱瞞 然後才能夠 能夠 又是合理化 他現在對香港人的政策 對抗 他的三部曲就是這樣的 黑暴就已經平息作立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就是油亂入治 油治及興 我們這個精力 應該擺在 香港的發展 經濟 香港人的幸福感 得著感 不過 第三步 不過 安全隱患仍然未除 很多人仍然潛伏在裡面 仍然有實行軟對抗 最拿命的這三個字 軟對抗 不 觸犯法律 不犯法 不犯法 不代表 不危害國安 整個邏輯就是這樣 然後才能 令到 幾十億的 洗肺 那次的洗肺 合理的 因為 隱患未除 隱患何時除 什麼叫隱患 十五歲到九十歲都拘捕了 隱患未除 除了嗎 未未未 要繼續清除隱患 繼續清除隱患 要人力 要物力 要錢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純粹從這個 職效的角度 從這個部門的存在的角度 我們可以這樣看 為什麼通緝員 又要再通緝 那麼高調做這件事 呢 但是政策是很有矛盾的 那矛盾是什麼呢 在一個這麼肅殺的氣氛底下 就是我不覺得全世界那些成功的 金融中心 會在一個 肅殺的氣氛底下 會繼續 相安無事地存在 例如在中國大陸 最近 我會說一下 這個反間諜法 生效 有多外資就立即走 因為有些機構 無端端 尤其做盡職審查的機構 就說他們什麼 搜集不同的情報 就走上來去 查他們 去文化 去訪談 這些外資機構 根據這個反反反諜罪 隨時拉得 還不走 是不是 就是中國大陸 如果中國在這個肅殺的氣氛底下 都可以做到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一向都國際金融中心 北京現在 這個政權交易所 股票交易交易所 都做到這個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 為什麼做不到呢 因為在這樣的氣氛底下 在這樣的法律底下 在人人自然的情況底下 如果被人說是間諜的情況底下 是做不到的 我說為什麼矛盾香港也是 你現在香港說 仍然繼續 這個股票市場 都很活躍 但是 你越搞得多這些東西 就是 經常都為了安全隱慢 經常都為了怨對抗 要通緝這個通緝那個 人家會想的 在這裏是不是危險的 我是不是還放那麼多人在這裏 還要放那麼多錢 在這裏 所以我說 整個 政策 矛盾 就是一方面 你仍然要依靠香港 繼續做 中國的金融中心 都要聯通世界嘛 現在他的口號要聯通世界 但是實際上 你是 一塊一塊 一件一件 去毀滅 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的最重要的元素 是什麼呢 就是 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資訊流通的自由 法治的基礎 人權的保障 他現在一輝一輝毀滅 不過又仍然想香港繼續做這個中心 這個矛盾要怎麼解決呢 我覺得是解決不了的 有些事情是有你無我的 即是 你要繼續做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你很多事情就是要放寬了 被人說話 而不是人人自危 如果你搞到人人自危的話 這個中心就做不成 那麼今天的政策 就是這樣 跟中國大陸的政策是很近似的 他一味說 我們歡迎愛知來 在疫症完結之後 我們要重新開放 大家不用擔心 一方便 這個發生效 然後就 維穩部門 找強力部門 走去 去殘裂這間公司 政策一樣是一個矛盾 香港 跟大陸是要同步的 大陸做的事情 一國兩制本來可以不同步 但是今天 是要全部要同步 大陸做一 香港不能夠做1.1 或者做0.9 大陸做一 香港可能要做到1.5 不然 這幫人的忠誠度就會被人懷疑 看看 何時 才搞死了香港 我覺得現在 向著這個方向 滑動 加速進行 就是這樣 好 經歷到這裏 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心直有快的頻道 謝謝你收看 再見 我心臨 我心臨 認識你 我心臨 我心臨 沒有 我心臨 就有 不但 有 我心臨 有 我心臨 我心臨 在外面 女生 我心臨 我心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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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